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纽约市房地产真人真实故事系列 今天的故事呢 跟交易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市场大家也知道比较安静 也没有很多的交易发生 所以我就在想 过去这一个月里有什么值得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我想起来 有一个同事最近告诉我 他有一个好朋友 最近拿到了经纪人执照 所以他就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好朋友也是竞争彼此竞争对手 还有呢 让我想起来 我自己有一个客人 他也告诉我 最近他的妹妹刚刚从大学毕业 也拿到了他的经纪人执照 我就说 我这个行业很火热啊 我应该来聊一聊我这个行业 那今天呢 我来告诉大家 有三个特质 可以让你做一个好的房地产经纪人 那三个呢 第一个特质就是要坚韧不拔 很多的交易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 很多的客人跟着跟着就跑丢了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事情呢 很经常发生 所以你可不可以早上醒来呢 就忘记这发生的一切 开开心心的开始新的一天 你可不可以控制好自己 第二个特质呢 是有同情心 就是讲的就是你 我们做的这个是居住的房地产 对吧 不是商业房地产 那我们这个行业是有很多感情色彩在里面 那你就是要对这些交易背后的这些客人 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要感兴趣 真正的感兴趣 那你是不是这种人呢 特质第三呢 就是要有创造力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有很久了 好像大的公司像Douglas Elliman 像Coccoran 他们在纽约都已经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 也在经历着一些很大的改变 有很多的新的问题出现 没有就是已经想好的答案 所以你愿不愿意 或者说有没有很兴奋 要去寻找答案 那如果你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对 那我觉得这个房地产经纪人是一个不错的行业 也许你也可以联系我加入我的团队哟 下次再见